这些票怎么冲出来呢 昨天这个选前超级星期天 马振宁跟蔡英文 一个举办大游行 一个在大台北有两场的晚会 那么选举只剩五天了 能动员多少人呢 这是人际指数跟胜负的指标 那么昨天的游行 马振宁不断地加码人数 最后喊出呢 说他们光是这个台北 就有25万人这么多 通通上街头 那么蔡英文的台北晚会 场面也非常的盛大 也喊出涌入了15万人 蓝绿最后黄金周末的变条 谁也不让谁 带你来看 今天 在我们的黑条 已经超过 10万人了 选前超级星期天 蓝绿尬场 民进党在台北市 举办造势晚会 封了一大条路 涌入十几万人 随着小英进场 现场人数也在加码 因为今天的会场 我们容纳不下 我们现场有15万人 而另一边的马振营 当然也不甘示弱 在桃圆晚会现场 马总统甚至宣布 他们人数比绿营还要多 就台北一个地方 刚才我接到同仁向 警察局查证 现在现场已经超过 25万5000人 到底谁比较多 悄悄马英九 周日下午是在台北 封街大游行 一路挺进府前凯道 而蔡英文则是在 林森北路前造势 两人的场地 若以造势会场来看 短短300公尺的林森北路 面积根本不及凯道的三分之一 再来看看现场密度 绿营挤得水泻不通 但来一会场 好像还有许多空隙 我们比较保守一点估计 大概应该会有超过20万的人数 我们自己也觉得说 真的是很多人 有那个气势起来 我觉得蛮保留的 你说讲到20几万 因为那个空间 你说能够容纳那么多人吗 只能说选情景 蓝绿护尬 数字不重要 就要看盛大场面 能不能都化成选票 三零新闻送头的 三零新闻